徐子冬老师 徐子冬老师有句话很有意思 他就说 他说穿衣服也是对身体的一种管制 管制 他说他当年到香港 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他说香港的小孩不穿开裆裤 我们小时候都穿开裆裤 他说你看 我们就穿开裆裤 他会孕育出一种什么样的调调 对吧 就是他比较随性 他比较随性 其实我觉得我回应 我觉得杨老师讲的那个气息 真的是太对了 我最近因为往返北京跟香港 我等于就是一半一半时间两边住 我在香港住了14年 我刚搬到北京去的时候 就由于刚刚去真的是格格不入 为什么 大家约吃饭 一帮90年代的模特儿约吃饭 那我就觉得要跟老朋友相见 就是真的是轻描淡写的 画了一点点妆 去到现场的时候 我也是T恤 牛仔裤 去到现场之后 人家干嘛 你刚录完影啊 没有 我傻也没做 我只是觉得 因为我很高兴要来跟你们吃饭了 所以我就画了一点小照 我说对对对 刚录完影 但事实上我没有 结果我就知道了 原来以后跟我这些朋友们 还有生活中的一些朋友们 我绝对不能化妆 因为你一化妆人家就觉得 太正式了 有意的 刻意的 对 你太妆了吧 你干嘛呀你 然后所以你一干嘛人家就说 你今天穿裙子你是去录像了吧你 所以我不知道 就是说有那么一帮人 但是也有一帮人就是 即便他去倒垃圾 他还在踩高跟鞋 浓妆艳膜 也有那么样一帮人 但那个可能比较不是 我的生活圈里面的 然后最近我回来香港之后 我就又是聚一帮90年代的 这些模特碰面 我一去我就基本歇菜 我真的就觉得 我是一个床上大妈 我真不骗你 就是说他们就是每 我跟你讲 我们那个年代的模特 我觉得很厉害 就是每一个人的状态 都保持得特别的好 状态特别好 状态好之外 还有那个气息 人家就是也是轻描淡写的 一点点小淡妆 我就觉得我那气息上哪儿去了 都播撒在朝阳去 实际上广美说这个 跟刚才文涛你说这个 比如说衣服是约束人的 中国人喜欢玉 刚才讲了说玉的感觉 我们有一个古词叫环配叮当 环配什么概念 就是你穿在身上的时候 或者是佩戴在身上的时候 要约束你的举止 你走路的时候是要有方向 否则的话会把玉碰得很小 或者会把玉碰碎 实际上它就是特定约束 你走路的品位 举止的方向 头得端正 身子不能乱摆 所以这个来讲在古代都有 就是整个的我们这个品位 实际上它就是生活长期惯性 实际上品位的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三个口为品 很多人说这件事就是品 品有很多种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所谓大家所里认可 所谓大家 还是圈子 其实是有圈 还是圈子 所以像我们回看维多利亚年代也好 巴黎说当时所谓友贤阶级 资产阶级出来 取代贵族的品位的时候 居然会有一句话 用中产阶级的 跟资产阶级的品位圈形成的时候 居然是瞧不起贵族的品位的 我们一直经常说真贵族 感觉是好的东西 是吧 他们是瞧不起的 骂人的时候会说 这个人的品位蛮贵族的 蛮贵族的 蛮贵族的 装 虚 用普通话可能是高大空等等 那个自以为了不起 没有 我们新的资产阶级 我们这个东西里面还有召唤价值的 我们的这个东西 那个手表这个拐杖 除了说有品位以外呢 还可以卖的 还可以保值的 对贵族来说 这个不重要嘛 我一辈子不可能卖这样东西嘛 对于新的城市的 巴黎的资产阶级是要卖的 所以他们那个圈圈 嘉辉说的这个圈子呢 就是规矩 在这个圈子之内 大家是同类 但是这个品位啊 跟真伪有没有关系 你比如说我为什么讲这个事呢 你比方说好比我买个房子 我当时啊 你这要费了多大的劲呢 就是我也很同情那家人 我买的是个二手房 房子是特别好 完全满足我的需要 我唯一犹豫的 就是说啊 他整个这个欧式的 所谓的这个欧洲的这个装修 你知道吗 这个这个房顶啊 金的 不光是金的 他房顶拿木头镶起来了 一个一个格子 然后这大个水晶大吊灯 就在我的头顶 然后所有的墙都是贴着花墙纸 哎呦我的天哪 我就觉得这个房子怎么那么闹啊 对吗 怎么那么闹啊 我说最后我下决心买下来 买下来我又花了 跟他同样这个装修的这些钱 其实我才发现 他这些假欧洲啊 真正花不了多少钱 花同样多少钱 干了个什么呢 回到售楼标准 四百落地 这可能是我的个人爱好 就是全拆了 全剥了 就这么弄 然后呢 你看很有意思 就是这个里边反映这个中国的很多问题 就是我找的这个装修队啊 是一个艺术家介绍给我的 哎 他就等于说这个装修师傅呢 受过这个艺术家的训练 有美术训练 所以他非常讲究精确 然后他就跟我讲 他把这个把他们全扒了皮 给我回到四百落地 他来给我表工啊 那意思就是说他收的钱少 他说你知道吗 我这个墙啊 从这头到那头给你找平 我给你没了地有半尺厚的腻子 这说明我们这个楼啊 甭管欧式建筑什么建筑 实际上墙都是歪的 他说什么叫高档 他说你现在看我给你这个墙面 没有那个阴影 就墙是就齐平的 标平的 所以他说他们贴花墙纸 他们搞的这一个 实际上你就看不出来 这个建筑本身这个墙都是歪的 这个都不是平行的这些线 那师傅介绍给我吧 我们家师傅那个毛皮房来 他直接给我摁一三甲板 直接摁上去 他不给你找平 不弄逆子 他就说你这墙不平 我给你摁一层那个 我说你每一道墙 摁了这么厚的板子进去之后 也就是说我们家 原本可能是2000尺的房子 被你一摁完之后 剩下1800尺 这个很精确 加壁墙 可以藏人 对啊 就是走廊本来这么宽 忽然变这么宽了 就是为什么后来我就明白了 我也不能说瞧不起什么欧式 欧式有什么不好呢 我后来去欧洲 你看凡尔赛宫 你确实 所以那为什么你看 我们会觉得中国人现在装修都喜欢欧式 但是为什么我看我买那欧式 我就觉得那么彩呢 就是为什么 这个实际上呢 我还真是观察过 您说这个欧式是什么造成的 我们现在近几年好多了 早几年有很多所谓国外的名字品牌的这些家具 包括装修 它主要用的是什么呢 就是石膏 一个很漂亮的凳子 它实际上就是拿石膏糊的 然后给你刷漆 它给你看到的欧式是不一样的 它只有一个皮 就外边那层甲皮 里边全是糊的 你拿脚衣一踹倒那个凳子里边全部是那个 就相当于你买了个凳子 它不是木头的 它是拿石膏做的 这就跟现在咱们盖的很多那个新庙一样 你看也是那个大屋顶 也是那个斗拱 但是都是水泥 它拿水泥倒磨的 这算水泥雕塑 就算它弄得再好 假如还是一种用这个字 弃用弃用 这就是说你还要看谁跟你一块用 听说内地有些城市 好像装潢成变成欧洲城嘛 不是吗 那房子全包叫厨州小镇 甚至那个大门都请了一些养鬼子 杂装 戴着高帽子 骑着白马在守卫 可是你住在里面走到那边 你看到一些距离 不是那个格调 有些是很好的 品位上我们非常敬仰 可是好多你又觉得还是拿着一个 一个很贵的包去买鱼 去买菜 倒过来 我说一些可能有人觉得非常不舒服的话 就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去日本 不仅是香港 内地好多朋友 很多朋友 因为我们都明白 同样的景观 有时候我走到香港 觉得有些景观 我们眉起眼睛看也蛮不错的 某些街道 日本等等 可是出现在那个地方的人 你就感觉 让你整个整体感不一样 气势不一样 去了日本 不管走在哪里 对不对 基本上你看到用来这里出路的人 然后他的仪太刚说到 有没有化妆 日本女人喜欢化妆 老太太也化妆什么什么 基本上打扮是一种礼帽 假如我们再说到品味 就是一种礼 礼帽 对 它肯定是一种礼帽 然后甚至说要东西礼 不管开档库什么 那它里面有一个礼的要求 对于行为举止的标准的要求 所以去日本你知道 不仅是享用那种品味 不仅是买那种品味 也当然买那种想象 把那个东西买回家 去日本的快乐在于说 我能够看到一群这样的人 使用那个东西 用擦炉持份的身份 跟仪太来使用 对 这个很重要 非常重要 就是场景境遇 和它所有的环节 我觉得讲品味这个事情 是很不公平的 因为你的生长的环境 你的家庭的经济条件 云不允许你 你还有没有那个时间 去研究这些东西 还有你的圈子 是不是对的 就像这个 我刚才杨老师把这放我面前 我真的心惊胆战的 我好想进这个圈子 但我咋看也没看懂 就是我觉得圈子真的 是 没有 广美你说公平也行 不公平也行 不公平 这绝对公平不了的 因为当你说 我一开始说品味 就是不同的圈圈的时候 当然有不公平的部分 等于是说有人住2000尺 我家里住有300尺 一样 我住过100 对 坐什么样的车 你刚刚最后一句就对了 这是我要说的 你说你也住过100尺 那现在住2000尺 中间的过程 你要付出什么呢 比方说你刚说 我也想进这个圈 可是我没看懂 问题是假如你要的话 你可以学 比方说我不会说你好 我比方说一个人走过来说 我看不懂 只知道跪 我想进 我不懂 可是不懂的话 我会跟他讲 小朋友 你每天把看韩剧的 那三个钟头 看点书 了解器物的美学 了解这个那个 不用三年 不用两年 一年或甚至半年 你就懂了 你要懂领略了 慢慢再来就行了 那周界一点来说 是公道的 你要不要把你看韩剧的 那三个小时 花在这里 去acquire 当我们讲的品味 英文有个字很好的 说品味是什么样的taste 或是文化 是acquired取得的 你要付出的 要去学习要取得的 不是我们坐下来说 你有钱就有品味 你生下来就有品味 没有这回事 那你凭什么说 我们看韩剧的品味 就是不好 你这样想多了 你这样想多了 太多了 我现在是说那个选择 你要把时间画在哪里 它是这一个问题 就比如说刚才广美提到了 住一百尺的问题 就是说在今天社会里 更大多数的 比如说年轻人 我没有什么钱 甚至我也没有什么时间 对吧 谋生就占据了 这个这个就权力挣扎了 对吧 那么品味这件事 在我身上怎么说呢 实际上这个倒过来 咱们就说这个一百尺 真有意思 我前一段时间也看过 几个这个网上的新闻 就比如说有年轻人 夫妇两个人 到陕西的中南山去住 两万块钱 他把屋子布置得非常典雅 实际上我认为品味 在很多时候呢 他不是说一定要拿 某种东西量化 而是你找到一个心安的地方 我可能这个房子是旧房子 我夫妻两个人把它整理一下 干干净净非常整洁 和我心爱的人住在里边 就满足了刚才嘉惠说的要求 和什么人在什么境遇 旁边全部是群衫 那个是不用花钱买的 全部是这个苍翠绿色的植被 不用买的 到了冬天是白血哀哀 也不用买 但是他同样是品味 所以穿开档裤也是 也是品味 也是品味 很高的品味 没有想太多 但是像这些年龄 就不能穿了 也是品味 当然 我一直替他们变孔的 他用大妈美食品味 真的被妖魔化了 我经常跟批评大妈的一些 特别香港的年轻朋友说 我说你期待怎么样 假如在你眼中 这些是中老年的妇女 你期待她们是不是不跳广场舞 每天在家看韩剧 打麻将 打小孩 偷看老公手机电脑 那更有品味 更健康 体验很深 那与其像他们打扮的 飘飘亮亮 健康 然后去广场舞 大家展现他们活力 偶尔好像听说还搞点外遇 这样当然不好 不道德 没有 很多时候是丧偶老人 在广场舞上 就又结新欢了 没错 我觉得凭什么呢 凭什么你就说 那个完全夫事了 大妈美学 当然大妈两个字 已经是一个标签 所以你看 就是大妈广场舞这个事 他们的这个争议 就很显然的反映了 我们刚才说的 圈子和圈子之间的对立 比方说很多年轻人 他瞧不上你们的广场舞 他不喜欢 他很大 你比如说 如果我假想一个 如果是一帮大爷大妈 在体育场里 他跳拉丁舞 可能很多人就会看见 哎呀 真有范 热情洋溢 真有范 有他认同的 但是呢 好多年轻人可是说 穿的那个红配绿 对吧 唱着那些个歌啊 都是那个 两百年前的那个歌 所以你看 他其实是关于一个品味的歧视 还是代沟 变成另外一种 对吧 你这个大妈是没有品味 但是实际上 大妈也是 也是有品味的 大妈也有大妈的美学 他觉得这样美啊 红配绿 开心 开放 你还真是红配绿 你色盲啊 你我这分明是蓝色 对 色盲 大约的颜色 色弱 就是你看 现在咱们中国 也许是就是说 面积大 人口多 人的圈层也是最多的 对吧 都无所谓 有时候蛮好玩的 我讲一个例子 虽然很容易被人家误会 我说一定攻击前辈 这是想讲莫言先生 不然莫言大师 富有 什么讲 那句话我永远讲 富有诗书 气自华 对 谢谢 我知道他太懂我 我跟他交往二十年 我讲前面两个字 他就像那个自动翻译的 给我 明白我后面要讲什么 富有诗书 气自华 自华 对 那还是了不起 实际上您刚才说这个就是 品味前面换一个字 配味 品味也是配味 他得协调 不协调的东西 确实很难产生品味 我们前面叫品味 刚才 教会说这么长一段 非常好 就是配味 就那天去的时候 莫言先生的衣服 和他所有的形象 和他要去的场景 不配味 所以你就会感觉 没有品味 我可没这么说 我来翻译了这个概念 他有人替你说出了 你没说出的话 但是就是根据我 这个后来又移民到 这个北京之后 我这八年来我的观察 我发现就是很多的专业人士 他们会普遍 尤其是男士 他们普遍的认为 富有诗书的人 是不可以过度的装修 装饰打扮 否则会觉得会损坏你的专业性 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他是 我觉得这个事说的就复杂了 就是说 你看你刚才讲这个莫言 我再跟你讲一个人 就比如说这个北大教授 说季宪林 我们还有另一种美感 就是说在北大 说见到季宪林 那学生不认识 以为是个校工 老头 后来才知道是季宪林 永远就穿这个旧的中山装 跟个校工一样 看上去 但是中国古人有句话 叫圣人不像 就是说衣观看人 是大部分一般人的程度 但是那些真正的 你看我曾经有一个观感 有一个观感 我觉得就挺有意思 就是说穿的特别合适 就像你觉得特别配位 形象和衣着 特别配位的 我在中国的这个演艺圈观察 往往是第二等的明星 你看他们的容貌 身材都特别配位 但是你比如说中国最火的 你比如演小品赵本山 你看赵本山老爷子 他就已经到了一种穿什么 随意了 他无所谓 你甚至比如说 说最有名的导演张艺谋 你看张艺谋穿什么 甚至可能说一个运动库就来了 身份 文章身份 好像我就觉得到了墨延这种程度 我们认为他似乎他自由了 他到了另一个程度 就是我们还有那么样的一种 另一个世界 另一样的一种审美 就是他没有什么配不配了 当然你这样说的 你刚说季献宁也好 赵本山老爷子也好 江艺谋身份 我们知道某些人是什么人的话 就等于是说我们经常说 李嘉诚香港 经常宣耀 你看我的表 就三百块而已什么时候 我们不会取消任何品位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谁是谁 他的身份等等 他的好处在哪里 甚至我感觉像咱们中国古代讲 这个季宫和尚 季颠 不过穿西装吗 他算有品位没品位 但是你们说这个来讲 就是咱们真的是 话题有时候就会越来越开 实际上古代的时候 就是有旺气一样的 就是这个人你怎么办 我说一个最简单 就像刚才这个嘉惠说 这个墨延先生这个状态 在汉末的时候有个故事 就是曹操 就是魏王的形象 他认为他自己长得不够漂亮 所以他有当时的这个蛮夷 到这个都城来见他 然后他就换了个身份 他找了个非常漂亮 魁伪的人穿着他的衣服 坐在中卫 然后他就拿了一把刀 就是我们叫 带了一把刀站在旁边 像随从一样 然后这个使节参观完以后就走了 然后他就专门让人去问说 让他反映一下他的感官 这个人就说了 说魏王一看 气宇宣昂 非同凡人也 但他身边的捉刀人更是豪杰 所以这个阿满很快就派人追上把他杀掉 曹操 曹操 实际上这就是气 就是你刚才说的另外一种了 就是有时候以貌取人 就是他的貌和他本身匹配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我们也会见到很多人 他可能相貌不是我们想象的 说应该那个样子 但他的气势很好 但是国外有很多电影拍的这些骗子 他为什么能骗到人 就是他把配位的假象做得特别好 就是又回到真假了 配位的时候有些时候就是他的虚假的状态 但是很多内核的东西是包不住的 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故事 这个魏王站在这个踏后面的时候 手按着这个刀的时候 所以这个故事就叫捉刀人 就捉刀的这个人是非同一般的 比前面这个人还厉害 但是那个要你有特殊的真别 所以这个被杀掉的使节 一定是很厉害的使节 他会忘气 你像就说这个气 有的人是营造一种气 对 虚假的 对 我现在觉得 你知道我多年前 我们去过一个富豪 一个人家里 我发现他是怎么招待客人 就是先是就是说你们自己不要去 我派车接你们 集中的一个车 把我们接到门口 然后一进去 我就这么跟你说 一个半小时没有见到这个本人 本尊 就是在营造气氛 门口几个一身黑衣 就是来这请进 然后就是说先带你参观一下 对吧 我一看门口两个罗马式的那个柱子 是金的 你知道吗 罗马那种开花那种柱子金的 你确定他不会看咱节目吗 他现在可能已经前逃国外 我记得我在香港去过一个 住在山顶的 很大的别墅的 一个商人的家里 当然一进去也是给我 家伟 这个董奇仗 这个我买回来 投回来几个衣 这张奇白石 这张大签 这确实很好 可是每一张画中间 刚好那时候是三月四月份 刚过了春节不久 还贴着那种灰春 在香港银行拿回来 恭喜发财 名城利咒 历史什么什么的 财色监收什么 我觉得你就算用常识来说 你能够说 这个是品位吗 在池白石跟董奇仗中间 超现代主义 就是这种T节 超现代主义 恒财旧手 恒财旧手 所以说有时候 不用讲得那么复杂 还是回到匹配 广媒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的是 其实咱们都不用着急 中国人不是讲吗 三代为官才能学会吃穿 我们现在连一代都还不是 所以我就说像衣服 很简单 打名牌 你只要舍得 你就能够得到 问题是你买回来之后 到底是你穿了衣服 还是衣服穿了你 一样的 这个东西 齐白石你回家之后 你的气压不住他的时候 你就老被齐白石压着 所以我就等我的第三代 再让他们去那个 但是不是 第一代就可以寻求表达 什么意思呢 你看刚才你们说的 我觉得咱们是不是聊出 这么个道理 就是说你像刚才 这个妍妍就讲这个配位的问题 我又想起文道特爱聊 就是说儒家讲这个相应 对 什么东西 你跟你 你比如说你跟你的爱人 要相应 才能交相感应 对吗 好 你像我们的很多朋友 他们喜欢这个收藏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人 喜欢收藏黄花梨家具 这个人喜欢收藏画 这个人喜欢书法 你再推广一部 就像一个艺术家 他画这个画 有人说 就说我为什么要收藏这个 我不收藏那个 有个老师就跟我讲 其实你喜欢什么东西 就是因为那个东西 跟你相应 你实际上 比如说你家里怎么装修 这是你在表达你自己 你在表达你自己 所以说如果你真的喜欢 这个脚摊 你觉得这个 比如说你最喜欢这种迷幻的线条 平常你为人也是这样 喜欢一种迷幻感的画面 于是可能你穿的衣服 就是说他表达了你 因此不管说是有钱没钱 穷的富的 他其实我今天穿什么 在我力所能及的条件内 都是一种 比如说你今天 都是品味 你选择穿哪件衣服出门 其实是表达你自己 反映你自己 我到你家里一看 我马上了解到 您这个人 他的精神世界 比如说你是属于 晚明的人 那种精神世界 你活在那个世界 或者说我发现 你是活在欧洲中世纪的 那样的一个美的世界 因为你家里摆的 墙上挂的 都是这些东西 所以说实际上 本质上说 所谓这个品味 其实是不是说 是你这个人的表达 你寻找的是 能表达你 能相应你的东西 而我们也就从这些地方 看到了 解读你的品味 解读你的品味 所以说有的时候 像嘉辉说的 你家里挂的东西 你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好 你也并不真正的喜欢 你是为了彰显你的身份 这玩意值钱 当然由此 我们也就了解了 你的品味 谢谢 谢谢